早上我们起来了 大白很明显很兴奋 哎呦 看他呦 哎呦 我天呐 等你睡完了 昨天晚上我们换了一个驻车位置 昨天晚上车里已经没水没电了 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可以接电冲水的 我看到对面那个房车 它有个鸟笼 爷 人家是养鸟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那个那个 怎么弄的可以养鸟 喂 这不是你想养的吗 是啊 等下跟他取取鸡 看到了 放在车户旁边 是啊 我等下去看一下 等下去看一下嘛 看人家这个养鸟怎么样 早上从外面打包了一份 我是云吞 然后卖给他弄了一个猪杂粥 你看 广东人会吃猪杂 好吃不 好吃就行 干嘛呀 你看每天就是 昨天晚上还跟我闹闭牛呢 然后睡吧 床头打架 床尾河 怎么办呢 你说那么小 哈哈哈哈 娇羞的样子 就喜欢你这样 好大白兄弟 好大白兄弟 大白帮你 你知道吗 大白说有什么指示 他都向外了 他这个是 我点的豪宰云吞 就是在汤里面放的豪宰 这个豪宰生蚝有点 不是特别的好吃 他这个是塞干的 不好吃 在镇上全是新鲜的 对 你看颜色都不一样 这还是有差别的 你看这知道是干的 大白把他新买的球给拿到嘴里面 吊着我 想出去玩了 一直在拱我 一直在拱我 那我们带你出去玩一玩 早上出去玩一玩 大肥猪 哎呦 说他大肥猪不高兴 先下车 带大白出来玩一玩 哇 出来方便吗 方便 哇 你剪的贝壳啊 啊 剪的贝壳 我看你还养鸟 对 哇 刚才这鸟叼一颗羽毛 从来没见过叼羽毛 刚刚刚出掉 他怎么了 鸟羽毛 鸟羽毛是吧 很少蹦到鸟羽毛 嗯 他是不是要做窝呀 哈哈 没有没有 哇 你那小鸟养了多久了 养了多久了 养了一年差不多了吧 都是鹦鹉啊 鹦鹉 什么是鹦鹉 鹦鹉哪有这么小的鹦鹉 不可能鹦鹉 这是什么 这个叫 沙徽茶百度 叫什么 草 草 什么 什么 圈 草圈 就是独特的叫 他就会叫 嗯 晚上不叫的 只要是天一亮 他就叫 从来没有吃过其他东西 就是小米粒和河水 就两样 就给它吃米饭 就是两样 我看你那个放也不占空间 就 就挂在这杆上就行了 那就睡觉的时候 要不要给它蒙起来 不蒙起来 我看别的养鸟的人 都是给它 布罩 对 对 这两样东西照不了 照不了 让它那个笼子是吃的东西在里面 嗯 我们这个吃中在外面没办法照的 之前我们也想养鸟来的 就养鸟能带出来 养猫可以带出来 养狗可以带出来 你要养鱼你就带不下来了 养鱼 嗯 每天都要打 给它那个下面打扫一下 嗯 我们是展够了养花 花也有 在 展够了养花 嗯 养花 这种味道没有的 它这拉的那都没什么味道 给自然利用的可以 一点都不浪费 这个 就等着它长够了 哦 吃也吃不多少 反正喝点水 别 这种鸟好痒 它不死 你看它一年 它也不生病 也不死 嗯 只是这样 周而复死的 白天就要晚上睡觉 你就是给它做一个木架子 就在关门挂着东西 这也就是一个破木杆 痛了 那开车的时候 它 开车我们放地上 开车放地上啊 晕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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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车它就站不住了 站不住 它蹲到下面了 你开车它就蹲到下面去了 它就晃了 这种鸟 它的封面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 我是到现在闻不到 就靠近了 也就闻到那个 就像那个鸡身上那种味道 有味 淡淡有一点鸡身上 就有一点 就是鱼毛的味道 我看一下它 小草雀 是 草雀 对对对 你就想起来 就草雀 就叫草雀 好小一个 嗯 这颜色很漂亮 就给它吃点玉米粒 这不是玉米粒 这是什么 玉米粒也不错 就是小米 也不是小黄米 就叫小米 很细的 它在早上叫吗 天一亮就叫 天一亮就叫 白天也叫 白天就偶尔 你人靠近它 它就叫 你人不靠近它就不叫 它声音比较小 就挺越矮的 对对对 不吵 不是那种吵闸的那种声音 不是吵 不是吵人的 大自然的声音啊 只要有动靠 它就叫 嗯 周围如果 比如说我们出去了 门关起来了 安静了 白天它也不叫的 没有人它就不叫 它好像叫你干嘛 也不知道 是想要你看看它 也不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 它就不停的在叫 怎么不养两只啊 哈哈 两只当时抓的时候没有了 剩下都白色的 就一身白的这个红嘴白 嗯 红嘴白我们不知道公母 另外两个鸟在一起会吵架的 哦会吵架 会很吵是吧 你那是在那个化疗市场 对对对 化疗市场 一共反来五六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 就连笼子这个 哈哈哈哈 什么要买一只啊 哈哈哈哈 你到阳江市场 你化疗市场有卖的 阳江市就有啊 肯定有嘛 这都是最普通的东西 挺好的 廖哥 廖哥太大了 小鸟估计拉的死会多一点 包养的 大鸟 大鸟估计不好养 小鸟可以 反正我们经验 就这个东西吃点少 完了之后它不容易死 你养过来不止这一只鸟 我以前没养 没怎么养 反正我就知道 人家说这个东西最好养的 最后就买这个 哦 那挺好 卖鸟的人知道 哈哈 昨天晚上我们把车开到了 啊 这边是属于那个 保利啊 保利这边 这里有那个充电桩啊 有几个慢充 啊 很多房车呢 都开在这边充电 啊 我们车呢 也停在那里 啊 把车好好的补给一下 来这边呢 最主要就是想着加水加电了 今天应该能把那个水电都给加满 我们那个车啊 满水满电的情况下的话 呃 待一个星期是不成问题的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 那个慢充还没有位置 啊 昨天晚上呢 看着这个这个直流快充啊 真的是眼蝉呢 啊 看着有充电桩 但是没法充 我们来想着要不要买一个那个 呃 就是这个直流转那个交流的那个转换器啊 就是 但是呢 呃 如果有那个的话 呃 哪怕你在高速上吧 高速上就可以充了 只要有新能源充电桩的地方啊 啊 不管是快充慢充你都可以充 但是路上啊 的确呃 很少看到有人就是用这个转换器啊 也不知道就是说 呃 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之类的 呃 所以呢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还没拆 阿伯就掉出来完了 呵呵 大凡 他也知道我放哪里哦 他知道啊 呵呵 开火机能要死 这个天啊 有点闷热 大火呢 我感觉要下大雨 小心一点哦 哎呦 人家那个狗狗会接废盘 大白只会雕东西 呵呵 我们充电这里啊 旁边也听见一辆 他只有这个后拓展的房车啊 他这个后拓展上面啊 然后放在那个爬梯 下面还弄了一个自行车架 哎 我觉得这样可以 这个拓展的话 后面还可以还可以这样弄 哎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们这后面是不是还可以再加装一下呢 如果要装爬梯的话 那个窗户啊 他那个窗户要小很多 有的有事啊 我觉得 房车的这个设计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 根据自己需求来的 早上起来收拾了一下 要到中饭时间了 感觉我们那个早饭和中饭 其实就应该连在一起吃 但是呢 一起吃不行的 但是作为广东人来讲啊 广东人来讲 对吧 一日三餐 不管是什么点吃啊 还是要吃的哈 是有这个仪式感的 看这一家做的还挺精致的 外卖也弄得那么整齐啊 对啊 你看我这是烧鸭加肉卷 烧鸭肉卷饭 你的是白贴鸡猪脚饭 白贴鸡猪脚饭 好多肉感觉 叫做外卖 因为刚刚我们早上 在这个附近溜达了一下嘛 在附近都是吃海鲜的 全是海鲜基本上 是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叫他外卖吃吃 你呀 又喝个汤吧 嗯 在广东感觉 吃中了我的牙 估计快不行了 我觉得快不行了 我都快喝了啊 不然要喝那么多饮料 我知道吧 你要喝可乐 嗯 你就看着我喝吧 你喝汤啊 你要吃热的 大白闻到肉味了 真的得嗅嗅嗅 等一下我挑点鸡胸肉给你吃 好不好 啊 吃货 今天外面没有出太阳 就是有点闷热 要下雨的那种 我们昨天写衣服都不敢晾 就这样挂在那里先了 吃饭吃着吃着点热了 把这个空调打开一下 增加温 二十度可以吧 你处理把这个温度给它降一降 太热了 吃饭热 刚刚呆着不热 嗯 给它吹个几分钟就行了 嗯 哎呦 大白 大白 都等着吃 我给它留着鸡胸肉呢 这鸡胸肉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给阿白吃 嗯 一点骨头都没有 给麦鱼泡个糖水 哎呦 小电池炉还是蛮方便的 配上这个小奶锅 真的是挺不错 这个天呢 虽然是阴沉沉的 但是呢 还没有下雨 我打算把这个电动车啊 给它也冲一下电 这电动车说实话还是比较耐跑的 这两天跑的差不多有个五十公里左右吧 还有一半的电呢 哎呀 给它冲一下 哎 我看看啊 哎呦 哎呦 啊 我们呢 打算从这个车里面借个电过来 爷 借个电过来看一下 把我那个充电器拿过来看能不能接到 这个这个线啊还是太短了 我想从这个窗户充的话不够啊 不够长了 得需要一个插牌的 应该再买个插牌的 对 当时买个牌插吧 车上少一个插牌 还是把那个小电车放在外面充 放在外面充这个线就够了 就给它放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插孔 现在这个太阳出来了呀 它太阳出来的时候啊 还挺凉快 它不出来的话反倒是闷 哎 啊 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要下雨 哎呦 大白 开车车啦 前面热啊 傻 这太阳在这里 你还要来开车车 嗯 到后面来乖 到后面来凉快啊 快 小白 咋的啊 哎呦 想喝可乐啦 自己又把瓶盖解开了 啊 哎呦 哈哈 想喝可乐了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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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